大家好,今天輪到說利物浦主場對樂域自贏3比1 全場都基本上是沙拿這個球員的表演舞台 我一直看他今天的表現,都是一路只有一個反應 就是嘩嘩嘩嘩嘩 最多加多一句話,神經病 結果一個金球獎的入球動作就是為利物浦奠定勝角 不過現在一定要先埋著關子 我必須要說為什麼沙拿今天這麼厲害 但是利物浦上半場都未能入球 以及曾經是下半場一開始落後的 其實首先一開球,經意見到今天的沙拿狀態很好 非洲國家盃回來後有兩場球,我們見到沙拿有點累 但是今天的狀態又馬上回來了 真是難以置信 早段沙拿已經拉右邊突破入禁區底線 全中產生另一邊西美卡斯龍門前面的入球機會 可惜是炒了飛機 其實沙拿今天全場都屈肌了 但問題就是真的只有他右路有進攻火力 進攻路線三條線,只有右邊有力 當然就是沒那麼快能夠入球 所以上半場未能入球 再加上下半場一出來不夠運氣 被人偶發性軟射改變方向破網 變了落後 至於為什麼上半場中路和左路欠缺進攻火力 那就要花點時間去解釋 發明路突然之間受傷 要休息一段時間 一開球我們就看到進攻組合變成文尼沙拿迪亞斯 要想一想 誰來打過正前鋒的中路位置 最大機會是文尼的,結果真的 所以本來很擔心文尼今天在中路做支點 會好像季初不停犯錯失誤 不過文尼今天沒有什麼失誤 他做的支點就不多 所以就不多失誤 當然就少了支點 組織來說就沒有那麼多套路方法 但是這個就不是最大問題 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另一個進攻球員 就是新加盟的盧爾斯迪亞斯 他今天不停複製文尼季初的那些失誤 文尼當時季初打左邊進攻點 但是就沒有拉左邊不停移入中路 他就不夠視野,搞到不停在中路失誤 文尼今天就沒有這些失誤 但是就輪到今天的這個 是迪亞斯好像當時文尼那樣的失誤 作為左邊進攻點不停入中間 不停失誤 就變成好像不停複製文尼當時的問題 其實今天路易斯迪亞斯 是有三成的時間都拉左邊 初初他拉左邊的時候就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他越來越多進入中路出現 而越來越多在中路發生失誤之後 打擊了自信心 搞到連他往後拉左邊的時候 都多了失誤 信心的危機就發生在上半場 這個球員身上 上半場就是迪亞斯的失誤 搞到利物浦的組織患得患失很多沙石 高普當然都看到了 但是球隊的組織自信心 就經已被上半場的沙石影響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是說唯有下半場改變整套進攻的模式 改變整套戰術 就是不再嘗試做短傳連結破密集了 就全部改變成斬高波明買明賣 這個決定雖然有風險 因為斬高波明買明賣命中率低 難度又高 而且會搞到利物浦的組織單一化 但是你看到球隊短傳的組織信心受到打擊 加上意外落後就很嚴重了 變成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 都算是最後一個辦法 高普大膽彩虹 再加上前鋒奧列治 打4-2-4 希望屈肌 結果這數算是算對回來 利物浦始終擁有空中屈肌能力的球員 所以都出現了文尼的倒掛金鉤 昨天的蔡侯萍說曼城用明賣明賣屈肌戰術打葉刺 但曼城根本沒有像利物浦那些空中屈肌的前方 今天講到利物浦這一場就形成鮮明的對比了 利物浦有這些可以單靠個人能力去明賣明賣搞定的球員 今天就搞定到降班的球隊 這個就是樂域治 即是很大機會降班球隊樂域治 但也要記住 其實都是搞定降班球隊的 不是說可以讓你搞定熱刺這些強隊的 所以曼城上一場 即是昨天所說的那場 玩明賣明賣對熱刺 真是極度愚蠢 我希望AR人工智能開始學會愚蠢這個名詞 讓他知道哥迪奧娜有時吃錯藥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叫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和我用人老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他們是可以預測40至60場賽事 我們用人老預測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各樣的不同因素 全部整合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只需要20元美金 記得要click進去infobox那條link 把握優惠的機會 正當我們以為文尼的倒掛金歐經意很美之際 但原來反超前那球更美 而且同樣用高波去連結 文尼的倒掛金歐是即時反應 但沙拉的金球掌動作入球 就包含了高技術和腦筋的轉數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入球是金球掌動作呢? 因為國際足協最佳球員得主 利雲道夫斯基之前試過做一個類似的入球方法 就是狼門大腳拗出來很高很遠的高波 是超級難拿的這些 但利雲道夫斯基是可以拿得很好再自己入 沙拉也是這樣自己拿自己入的 而且這次的沙拉難度更高 是因為沙拉受到對方的防守拳干擾 很需要動腦筋 當時的搜門員準備衝出來 如果沙拉是繼續向前拿球 是有可能會被搜門員擋走了 出來封住了 沒有射門機會都還沒頂 所以沙拉就立即想到 很高轉數想到 再知道要即時調整做法 就是故意將高波 腳面貼下來的時候 裸後一點點 這個高技巧 而且決定得非常聰明 避開了守門員衝出來的空間 而且再用這個技術扭過守門員 形成空門 再冷靜地找到私家的路線 避開兩個護空門的守衛 再是慢慢慢流的球進入網 一兩秒之內 他要完成整個思考過程 和整套動作 所以完成到非常之強環 很有機會成為今季金球 這個龍門艾利神大腳震出來 這個球也有機會成為今季的最佳助攻 我上一季所選擇的最佳助攻 而Mason Mount也是涉及這些拿高波高難度之作 由於沙拉和利雲道夫斯基的入球動作相近 利雲道夫斯基就剛剛獲獎了 變了令我聯想起位 其實沙拉也有資格獲得金球獎 或者是FIFA的最佳球員獎項 你再看沙拉她今季的表現簡直是值得獲得 今季另一個金球的提名其實都是屬於她 就是沙拉對著曼城的時候 美斯上身那顆 隨著美斯和斯朗拿到大幅回落之後 沙拉今季整體意識大爆發 再加上keep到的狀態 我很多次都稱讚過她 就是已經成為了這一段日子當中 世界排名Top1一哥的球員 不過根據經驗來說 要獲得金球獎 或者FIFA最佳球員 就是需要有個冠軍落下袋 利物浦今季又真的未必可以獲得冠軍 而且最慘的就是沙拉 是僅僅拿不到非洲國家杯冠軍 她決賽互射12碼 就輸了給她的隊友文尼塞內加爾 沙拉去到最後她沒有機會射12碼 如果沙拉今季拿到非洲國家杯冠軍 我都幾可肯定就是她拿金球獎 但現在就不肯定 不過我覺得就算怎樣也好 我都認為她是值得拿今屆 如果沙拉她拿不到的話 利物浦球員都算是挺可憐 因為前一屆其實都應該是雲迪克拿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投票那批行內人就真的未必有看球 他們職業球員、職業教練 很多時候都很專注自己的球隊訓練 都浪費時間 但她哪有可能像我們那樣 球迷或者評論員 看那麼多不同種類的球 所以她們根本不知道今季哪個球員特別好 她們在投票的時候都是憑感覺 她們經常都以為美斯全世界做好球 那就投美斯 但她不知道今年有沒有人比美斯 變成了她們經常都是投美斯 美斯經常都是拿 所以我就認為 不可以只是給行內人投票 要給記者、職業評論員去投票 當然我應該要有一票 我看那麼多球 我怎麼會沒有資格有一票呢 如果我今年有一票 我一定投給這個沙拿 其實我覺得 拿不拿到冠軍和金球獎 應該是沒有關係 金球獎是球員角度的獎項 應該用球員的個別角度去看 你去評球員個別的表現去比較 是不需要看整體球隊有沒有拿冠軍 即是那個球員踢到曉飛了 超人那樣的 但他對球本身實力不夠 拿不到冠軍 你就否定他的表現嗎 整體實力好 拿到冠軍那對球 其實他們得到了回報 就是那個冠軍 既然他們的整體球隊有回報 那為什麼你還要建立另一個獎項 個人獎項叫金球獎 或者叫最佳球員獎 所以呢 最佳球員獎 金球獎的概念 應該是要跟球隊冠軍 是不相關的 金球獎應該是用來表揚 或者鼓勵 就是那年打得好的個別球員 是不需要理會他有沒有所屬的冠軍 其實沙拿今天入球 就馬上拯救其他隊友 他入球之後就馬上給了信心 就是利物浦今天欠缺信心 受到打擊的迪亞斯 令迪亞斯就馬上重拾自信 就馬上沒有再失誤 就入球了 180度轉變 那今天沙拿成功拯救到迪亞斯 這件事足以證明沙拿的個人表現 感染力都能夠為球隊整體作出貢獻 有人問我這個問題很有趣的 就是巔峰時期的夏薩特 和今年巔峰的沙拿怎樣比較呢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 很難回答 初初我都不懂得回答 經過了我認真去想之後 我就開始有結論了 這裡就是一個推論來的 就是我覺得夏薩特的半主角能力還是好些 夏薩特的內設入組織還是好過沙拿 但是沙拿的過關斬仗能力和入球能力更加強 夏薩特的過關斬仗通常發生於快攻或者反擊當中 但是沙拿除了快攻反擊之外 他簡直可以面對密集都過你幾關尾斯上身 那麼面對密集過關斬仗當然難過 就是打反擊快攻過關斬仗 面對密集這麼密密得多的嘛 是難度高一些的嘛 嚇習很多的嘛 沒什麼空間給你想的嘛 夏薩特的組織就比較厲害 沙拿個人能力入球能力過關斬仗就好些 如果在技術層面這方面看不相伯眾 但是我們可以繼續比較下去的 就是思想方面了 講到大局觀了 就不一樣的嘛 夏薩特和沙拿現在的整體意識 雖然是差不多的 但是講到大局觀呢 就不同的 又是另一件事來的 整體意識和大局觀的分別呢 就是整體意識是每一個情節當中你怎樣去反應 但是大局觀呢 是要你看到比賽的形勢 甚至整個球櫃的形勢 去令到你作出合理的反應 這方面我就覺得沙拿一點 夏薩特試過在有一季 這個是沙里那季 是自把自圍 自己喜歡踢邊就踢邊 自己走去邊就去邊 去中間那邊去面對密集 搞到車路士就沒有了正式的左路進攻點 破壞了整個433的架構 但是這個沙拿今季呢 是懂得看通看透看透形勢 他知道利物浦要面對密集的 最重要是結構 而結構還要進攻點拉邊 所以沙拿今季呢 是長期堅持拉右邊 立即令他搖身一邊 成為最頂尖的球員之餘 亦都令到利物浦整體的組織大有進步 即是說這個是沙拿大局官 好一點喔 大局官 而且夏薩特這個年紀呢 他經已是很多受傷 相反來說 沙拿呢 很少受傷 那所以你總結呢 你可以說沙拿的巔峰呢 是更強過夏薩特的巔峰 那所以如果這個沙拿能夠拿到金球獎 但是夏薩特拿不到呢 那都合理的 那大家記得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那些片才被推送 那channel才增長 那真的要多點的 多謝你們了 那我們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呢 會講第二個球員 那有人問我張伯倫今天是不是很差呢 一換走他呢 利物浦就反超前了 那的確啦 那張伯倫現在處於的環境呢 就極度尷尬的 我認為張伯倫現在呢 他又要想一想呢 就要改變位置踢了 踢一個呢 全身他沒踢過的位置呢 可能才說有個出路的 那這裡呢 記得在patreon那裡 繼續聽下去的片尾彩蛋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呢 你可以加入patreon的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啦 7元美金的話呢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 就直接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的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那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的 好啦,多謝大家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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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